美国联邦中医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在29号参访了立法院跟院长韩国瑜见面 男老这几天遇上了轻鸟行动和平落幕 也让他大赞台湾市民主灯塔 我们现在天气太热了 这个秃头怕太阳晒 我们就往餐厅走好不好 在外面面前立法院长韩国瑜又开了个玩笑 美国联邦中医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拜会立法院 在一场前的这段话耐人寻味 除了赞扬台湾民主特别提到这次的轻鸟行动 麦卡尔虽然没名讲 但听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交委王定宇耳里 有进一步的解读 坦白讲我有点讶异 他那么直白提到说 不会像中国的反送中的香港 或者六四天安门 麦卡尔来刚好 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到 台湾这一波的轻鸟运动 他是一个公民民主的展现 我想这是中华民主的可贵之处 那以现行的机制来讲 我不认为我们会有变成香港 或者是天安门事件再起 南绿立委对和平抗议都表达认同 与美国努力保持友好 但台湾在国际的特殊处境 第一次到立法院被巡的外交部长林家龙 当然也理解这位置可不好做 您现在是接下了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世界上最困难的外交部长 必须要有些心理准备 包括拜登总统在西点军校公开的讲话 他会来保护包括美国还有盟邦跟他们的核心利益 而这期间也包括对台海和平稳定 强化和美国的连结 麦卡尔的台湾型遇上青鸟也正好展现了台湾难能可贵的自由民主给国际看 记得李洛同 沈明华采访报道